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孔子欣赏他对他们的志向就加一点评了 就是作为孔子来讲 他的讲法和看法和学生就是不一样的 那要是针对这一点的话 那我们也是这样 想想自己的志向 我们人这一生可以想过 人这一生坏了很多志向 能坚持下去一个志向不容易 人要做一个志向下来 那能坚持那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你像我一样 我经常在讲过 我说我本来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就想来北京打个工 上个班就行了 遇到新英大师以后受他影响 我觉得讲学挺好 就开始学习 学习完以后就开始讲 受他影响以后开始学习 学习完以后又拜访了非常非常多的老师 我给大家讲过什么佛教的道教的 包括各个大学的一些教授 有机会向他们请教 最后把他们的所有所有的思想 融到一体 开始又结合我自身 80后嘛 经常性也讨教一下00后或者90后的意思 我将跟我儿子还聊天 06年的我就问他 我说爸爸起一个书的名字 你觉得什么样的书名 你会去买 你会去听 我说要不然就是我有很多书要出书的时候 我跟他说说 我说我这书想叫个什么名字 你听一听怎么样 因为我们要知道 如何你这个书里面让60后70后80后 90后00后都能接受 这很关键哦 这也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就是我们一定要和不同时代的人 不要有代购 让他们觉得听完以后就是好 多去终寻一下老年人的经验 多去听取一下年轻人的时尚 现代化的思想 这是完全可以结合的 您像我呀 听听儒家的思想的一些老师讲的他们的高深理论 再听听佛家讲的四大皆空 再听听道家讲的什么养生啊 长命百岁呀 五行学说呀 你可以把它融合一下 再结合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实力 我结合一下80后的思想 再加上呢 我们不妨再去结合一下什么 经济学 像华为的任正非的 像马云的王健林的 不妨都可以去看看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只有把这一类的东西 学完以后融入 最后结合于我们自身的特点和长处 你这样去应用啊 你就了不得了 你不然就偏了 非常容易偏的 你要学佛家学多了以后 是不是 你要不结合现代的一些人 我告诉你 你要跟和尚接触久了 你就想出家了 那真的是这样 你和道士相处久了 就想出家了 你觉得道长太好了 还别说他呢 我去趟云南 跟几个在那儿 生活中跟我讲云南多好 生活多好 什么这个 哎呀 苍山的雪 尔海的月 下关的风 哎呀 听完以后风化雪 哇 那么美的地方 我在那儿待了四天 回来跟我太太说 咱们搬云南去吧 我待在那儿就给我讲 说你看你 去了四天就要搬云南 我去山岸待一个月 不行 咱们来住山岸吧 这么美 是不是 我太太就讲了 你想想你两个儿子 你还想想你父母 还想想你还很年轻啊 你现在不是六七十岁了 养老的时候 突然一想 好像也是啊 安逸的时候 不在我这儿呢 就是我们会在各种环境中 马上影响你的思想 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们不能偏左 也不能偏右 就是你一定要结合 反而我就会发现 哦 我可以把云南的那种意境 带回北京 哎 晚上是不是 白天天晴着呢 晚上可以看看北京的月亮 哎 晚上出来六个味 挺好 就是你感受一下 这是一种意境的问题啊 不是说你住在那个地方 就有这种意境啊 因为人的心情 心态是完全可以调整的 反过来 哎呀 三亚那个冬天 很暖和 很舒服 你在想着 也挺好 为什么呀 三亚夏天很热 你回头就想着 北京虽说冬天冷点 可是有暖气嘛 你坐在暖气屋里面 阳台种点花 哇 所有的地方树叶都掉了 我也都你家阳台那几盆花绿绿的 哇 你欣赏一下喝点茶 感觉也特别好的 大不了你在市场买点什么 哎呀 海南的千玺西红柿回来 感受一下 是不是 所以人这个生活完全可以这么调节的啊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生活的这种意境 你一旦调整完 你特别感觉特别有意境 你帮我讲课呀 实际是有乐趣的 不管讲的好与坏 我觉得你用心去讲 你感受一下他的这种内容 不说对别人有帮助 首先对自己有帮助 你每次学 每次的这种意境感觉不一样 啊 就像我太太 哎 我们结婚的十几年 她就觉得 她说从你学弟子归那一天开始起 你是一天一个样 一天一个心境 啊 所以我突然就发现了啊 你像个大男孩一样 甚至像个小孩一样 她说完全和过去的你是不一样 啊 你对所有的事情 什么也不急 也不躁的 对所有事情又看得开 又放得下的 什么名利的东西啊 你也没什么感觉 反正你一天还能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天天看你都乐得要死 啊 反正什么样的事情都能让我特别快乐 走在草坪里面 走哪看个野花 赶快给人拍张照片 哎呀 我说我给你保留住 不然你摔掉了 不好看了 是不是 你这个美是到处都有的 关键我们要明白 美是到处都有的 发现美的眼睛和欣赏美的心情 又在我们手里 这是需要我们大家去调整的 就是我们在学习这种文化的时候 一定要和人生的这种意境啊 要结合在一起 夫妻之间的恩爱啊 手足之间的这种亲情啊 对待父母的这种功顺啊 包括作为一个员工 作为一个公民 我们如何去享受一下 头顶的太阳 脚底下的大地 是不是 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美景的 建筑的美景 植物的美景 四季的美景 包括人的美景 是不是 老年人的慈祥 青年人的阳光 中年人的沉稳 其实这个美景是随时随地都有的 关键在于我们发现 你会发现 世上根本就没有丑人 没有不美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你看孔子和他学生之间的聊天啊 包括志向啊 你不管他的志向怎么样 谦虚也好 豪爽也好 直率也好 但是这个意境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说 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学习这样的东西 就像今天早上 一个学员给我发个短信 说参加过游学 他说秦老师啊 你这个我这个生病了啊 怎么办 我说生病去找医生 我说我不会看病首先 最后给我发了非常长一段 说秦老师啊 我这是因为 是不是因为我不是领导呀 我不是老板呀 你对我不说呀 我说 我生病都找医生的首先 我说像你这种心态 最容易上当受骗 找一个某某大师啊 我给你摸摸顶啊 给你超度冤情再主啊 要不我给你 哎呀不吃药不打针 就让你病能好啊 我说我这人不行 我这人只要一生病马上找医生 我都知道这是正路 我说我就是既是有宗教信仰 要起伏要消灾 我去正规道观正规寺院 我决定不找一个那个半路来的 我给你摆一个吉祥物品几千 要不头给你摸一下八千 哎呀我说他那手也太值钱 一天摸几个人就挣多少万 我说我说你这种都是迷信色彩 我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他家族遭灭定之灾 他也没办法 他儿子比他还死得早呢 是不是啊 我们都知道罗后罗比 释迦牟尼佛去世还早呢 是不是有什么办法 我们有时候想想 人这个生长能迷信这个东西 我说我这研究风水是因为 大师算我命短我研究 我研究它是为了让大家不迷它 我说我又不从事这个行业 也不会说单独给谁看一看这 我说我要单独给别人看 我先给自己看看 首先自己发大财了 是不是 哪能这么好的事给别人啊 人都是自私的 我说你啊 对我有误解 没有详细听我的课 你详细听完啊 你都不会给我发短信 更不会说这一番话 我们自己去想想 我说我的目的让大家明明白白 风水的东西啊 易经的东西啊 那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经验 但是他还是告诉我们 真正的大吉大利 你是为善的 像你这么一说 那些贪官就不会被抓了 那贪官捐的钱 比我们捐的多了 是不是 所以不能有这个迷信 再要我们去烧点香 磕点头 这些佛菩萨天生 把我们就保佑了 那和贪官屋力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迷信词词 道教儒家佛家也好 他们讲的东西都是让我们做人 最后成 儒家称的我们作为圣贤 道家让我们学习完以后 最后成为神仙 佛家讲的让我们学习完以后 最后成为佛菩萨 什么样的人是佛呀 开悟的人啊 什么样的是菩萨呀 大慈大悲的人啊 是不是 不是我们看神话电视看多了 天上飞呢 飘呢 哪有那个道理 是不是 那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我们学任何东西 不要迷信 不要迷信他的神通 不要迷信他的什么 那神话故事 他的目的也是为了教育人 做好事行善的 一定没有这种捷径 凡是讲的神乎其事 没几个好下人 你看我们看看亡灵 是不是都死了 那神乎其身的 空中能取蛇 哎呀 我说那取蛇算个什么呀 那国外的魔术师 人家一变 把火车头都变了 我听说那大师 最后被抓的时候 也没也没见 把监狱变不见 是不是 你不能这么迷信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学任何东西 一定要明白 人就是人 不要搞神神奇奇的东西 也不要神神道道的 正常 再正常不过的 做好本分 父亲恩爱 孝敬好父母 教育好孩子 作为一个好公民 这就可以了 不管是易经学说也好 道家学说 佛家学说 都是教我们 做好自己本分 作为一个人以后 超过了做人的本分 向上了 孤家称圣贤 道家称神仙 佛家称为佛菩萨 你要是作为一个人 失去了本分 你做得向下了 就像佛家讲的 三恶道一样 今天你是人 披着人皮的鬼 你做成恶鬼了 今天你杀父骇母 强奸自己女儿 你变成畜生 要不然你就下地狱了 我们想想 这是你做人 不像人了 披着人皮吗 是不是 他们只是拿这种符号 给我们做标志了 我们就认为 好像 他们讲的这些东西 都是道德层面 和教育意义的 我们不能执着这个 执着这个就出问题 我们再看论语 言渊篇第十二 言渊问人子曰 克己复礼为人 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人焉 为人有己 而由人忽灾 言渊曰 请问其目 子曰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言渊曰 回遂不米 请誓思语 这段话呢 是孔子著名的言论 克己复礼 是论语的核心内容 孔子在此 阐释了 人与理的关系 人是内在的品质 理是外在表现的形式 我们要明白 人是 内在的品质 这是内在的品质 理呢 是外在的形式 再反过来来讲的话 作为一个人 小人是什么 小人就是孝亲 内在品质 为什么 父母生得你 你养父母啊 是不是 今天你娶了一个妻子 就要对人好一辈子 过去结婚的时候 那真是 拜天地 拜赵君 拜祖先 那像天地 家神祖先 都要禀告一遍了 哪像现在结婚 看着热闹一点文化内涵都没有 过去拜高堂 送杯茶 我要好好孝敬公婆 爸妈 我以后好好孝顺你 现在干什么呀 端杯茶 敬茶 请酒 茶一敬 好 红包拿来 就这 完全失去了 教育意义 完全都是敛财 利益凶星 全部变成这样 要不然就是 逗父母 把父母逗得 全场人哈哈大笑 从来不重置这个实质 主持人一说 能不能白头到老 能不能爱他终身 答应的声音挺大 谁知道 不出满月离婚的 大有人在 我们想想 把结婚 那么大的一件事情 当成儿情 失去了 人的内在品质 也失去了 外在的 的品质 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呢 克己复礼啊 是论语的核心内容 孔子在展示 人与礼的关系 人是内在品质 礼是外在形式 人在于人的本心 需要人 从自身做起 就是做任何事情 都是要求自己的 今天我们学这个东西 就是 你能做多少 要不很多人说 呀 秦老师 我很孝顺 我弟弟不孝顺 我你孝顺 是你的本意 你弟弟不孝顺 是他的事情 你只静好 你的孝就行了 那反过来 你再想想 你爸你妈要没有 你们弟兄两个人 是不是 人家国家养了 敬老院就管去了 你这么去想 是不是 所以 敬孝 各敬各的 有钱多敬点 没钱呢 我们可以出力敬孝 陪陪老人啊 是不是给老人 做晚饭呀 有钱的多出点钱 这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找借口 不要管 别人孝不孝顺 关键你孝不孝顺 也不要攀比 你给你妈买个衣服 一百 她买个二百 攀比什么呀 是不是 那衣服哪能给你 都买千篇一律的呀 做这一类的事情 我们 在敬孝上面 不要计较 多少 只体现我们的 这种 人得之心就行 所以 人在于 人的本心 需要 人从 自身做起 凡事 约束自己 不违背理 行人权在自己 不在他人 体现在具体行为上 就是 视 听 言 动 都是要合理的 我们就要再想呢 今天我们 对待父母 眼睛微笑 我们今天对待父母 言语 说话要恭敬 要柔和 我们今天 常把耳朵 借给父母听 你像我们原来 民政部的 副部长 李宝库部长 那很有智慧的 一个老人家 他妈妈年龄也大 他都七十多了 七十五了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我过去见他的时候 给我就讲 他的手下 给我讲 李宝库部长 最大一个好处 经常回去坐那 就是聆听他妈妈讲话 你要老太太上年龄了 就是话多 反正成枝妈 懒套子的时候 就不听着说 反正他就坐那 听他爸妈说 人家做得很好 人上年龄了 话就多 我们把耳朵 借给他 怕什么呀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按这一段来讲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笑到 你看 看父母 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 两三岁孩子 看父母怎么看 那种依赖 那种亲近 是不是 我们大了以后 翅膀硬了 就对老人不消一顾了 对不对 那肯定是不行的 行动上面 都要符合理 给爸妈 端碗饭 做点他可口吃的东西 冬天熬点梨水 夏天熬点绿豆汤 是不是 那行动上也要符合这个理 你熬的时候熬烂点 那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要下功夫的 所以具体在例行上面 就是视听言行动 那我们 这对父母是这样 那夫妻之间也是这样 夫妻之间说话 看着对方的眼睛 你别人家跟你说话 你还能看手机呢 手机上有美女还是有帅哥呀 是不是 对人一点都不踪迹 在家有点耐心 听他跟你说说发发牢骚 即使他发脾气了 唠叨两句也没事 你一想 是人嘛 都要情绪要有释放的对象 不释放把他憋死呀 他骂你两句骂两句嘛 是不是 你这个时候可以把耳朵说回来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你看家庭矛盾也产生不了 是不是 吵架需要两个人 不吵架只需要一个人 实际这四段 你让我要结合给大家讲的话 这四个也是工具 我们完全自己去转动就完了 完全自己去转动 去应用 你要会用你的眼睛 会用你的耳朵 会用你的嘴巴 会用你的身体 你要把这个工具应用好 应用好我告诉你 积累广大人脉 积聚无量财富 人生形容发达 你要是不会应用这四个 我告诉你 招货不断呀 你看你说话一尖酸刻薄 把人得罪了 夫妻之间说话 是不是 那说话难听就离婚了 那记恨你一辈子 耳朵你要不会用爱听是非了 爱听尖酸刻薄的话了 爱听负能量的话了 告诉你 我们就变成垃圾桶了 行动要去违法乱纪 不符合理的话 就把自己害死了 实际我们今天会不会用 这很关键哦 对所有人都微笑 用好眼睛 跟任何人交往的时候 学会聆听 少说多听得到就多 这样人家觉得 这人太喜欢听我说话 他有什么好话都给你说 是不是 我们去想呢 当他说的时候 你也不能像木头的人一样 在那一句话都不 他说什么 你说对是好 你表情也可以给他嘛 你看经常人给我说话 管他说不说对的 我先点点头 给他示意示意 他说了就卖力了 特别认真了 是不是 你要对人鼓励嘛 那一样嘛 你看我们有时候 去任何一个地方 大家鼓励一个眼神 说话把我们鼓励鼓励 大家有没有注意 我们心里都特别安稳的 这个需要我们大家去应用的 夫妻之间也好 朋友之间也好 兄弟姊妹之间也好 只要是人 我告诉你 这四大法宝都会用 眼睛就是用来微笑的 微笑可以拉近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化解矛盾 因为巴掌不打 笑脸汗 用好耳朵 耳朵只听正能量的话 只听圣前教诲 不听是非 耳朵不听 见酸刻薄的话 我们言语 我们这个嘴巴 一定要说好听的话 说天下人爱听的话 我们有没有注意 佛教经典里面把好话说完了 你有时候把无量圣经一展开什么遍地黄金 七宝楼阁 我们就觉得那个地方 读完那个经就想给那个地方去 人世间没有的地方 我有时候跟法师聊聊天 那法师那嘴才能说呢 那简直说那个话 你就爱听 你一说你说法师 你看太阳这么热 我给你买个斗笠吧 他说斗笠可以买 但是我告诉你 秦老师 这叫佛光普照 我也听有道理 下雨了 你跟法师在一块 你法师会买把伞吧 下雨了 他说伞可以买 我告诉你 这叫普将甘露 你看 他跟你说这个话 你一听 他也不否决你的好意 但是你要买什么 他还鼓励 你可以买 但是他会告诉你 这叫普将甘露 我说这个话都跟法师学的 我最后好奇 我法师那天没下雨天阴了怎么办 他说这叫雌云密布 我说的好话被你们和尚说光了 是不是 他就告诉我了 他说我告诉你 三界众圣 皆爱听好话 我说哪三界 他说天界的神 地界的人 幽冥界的鬼 我一听 哇 了解太透了 是不是 你想 神爱听好话 人爱听好话 鬼爱听好话 我们不要说话 尖酸刻薄 让人家不爱听 让人家嫌弃我们 是不是 这都是我们错了 我们这嘴巴 我就知道了 原来嘴巴是用来说好话的 不是说坏话的 那 要不我们就知道 佛教讲的实善里面 四种都是讲嘴 孔 孔门之中 道德摆第一 第二就摆的是言语 我们就知道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今天出现的任何一个问题 我告诉你 都是这四个地方出问题了 你看你眼睛对人家瞪一眼 爱理人家 不爱理人家 是不是 人家马上对你有意见 你那 好好长个耳朵 不爱听人家说的话 听了以后不照着做 人家都生气 我们把我们这四个工具 是不会用的 客气复理呢 克制自己 使自己的行为 归到理的方面去 集合于理 归于理 言员问什么是人 孔子说 逆致自己 使言语和行动 都走上理上来 就是人 一旦做到这些 天下的人都会 称许你是有人德的 实行人德是由自己 难道是靠别人吗 言员说 请问实行人德的具体途径 孔子说 不符合理的事不看 不符合理的事不听 不符合理的事不言 不符合理的事不动 言员说 我虽然不聪明 我虽然不聪明 请让我照这些话去做吧 这就是 言回说的话 我虽说不聪明 但是我要照这话去做 就讲到 不符合理的事不看 什么叫不符合理的事不看 黄色录像不看 不符合理吗 你看他干什么呀 是不是 我们动不动在网上 网上去看个书 网上去看个视频 看个人家直播都是什么 拖 给人家马上就打上 你鼓励人家拖呢 是不是 你干啥 这都是不符合理的 不符合理的不看 完全不看 什么网上 网上的一些 有危害的新闻都不看 你看现在很多网上 大家有没有注意 新闻都是 拿新闻题目吸引人的 越庸俗越下流 起出来 大家现在评论最多的 就是什么 谁离婚了 谁出轨了 谁和谁上床了 整个网络都是这些东西 你把那些道德模范的 习主席提倡的 全国文明家庭的 这些新闻都看看怕什么呀 反而这些我看看 评论很少 没人转载 越是下流的 越是不该看的人 点击量又大 是大伤 力度也大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负能量侵蚀了 我们没有一点正能量的 你整个把网络看看 70%都是负能量侵蚀 要不就是出一个贪官 全国人民都知道 要不就是谁把他妈杀了 谁把他女儿强奸了 就这样 新闻全报了 我觉得这些都没必要报 当地一处置就完了 把一些正能量的 是不是 把一些好的东西 应该头条的去 上传 让这个社会风气 变成真的 现在我们看不到 为了要这个点击率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不符合理的事 不听 是非不听吗 不符合理的事情吗 我们不听他 来说是非者 必是是非人 人家一说谁对你不好 他对我好不好 我不知道 他对我好的事 我知道 我们要私人恩德 享人好处 你看现在 亲子妹 亲弟兄 一说 你妈偏老二 要不你妈偏老大 回去跟子妹就打架 跟他父母就生气 没必要 有啥必要 你姊妹血浓于水 生活几十年 一个父母 同胞同奶养大的 别人说两句话 就挑拨你们感 你们的感情 挑拨你们关系了 这是我们出问题了 这也是值得 我们大家去思考的 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中计 耳朵爱听是非 吸取负能量 这是我们大错特错 错得离谱了 还不是一点 不符合理的事情 不严 嘴巴不说 不符合理的事情 违法乱纪的事情 不说 色情泛乱的话语 不说 妄言其余 恶口两舌的话 不说 说出来的话 能引起别人打架 说出来的话 能引起别人误会 都不要去说 说这些话干什么 惹人家麻烦 是不是 这一类的话 能说吗 开玩笑的话 都不能说 坚决不能说呀 现在人不明白 净犯这个毛病 挑拨人家夫妻关系 挑拨人家兄弟姊妹关系 挑拨老板和下属的关系 这都是不该去做的 不符合理的事不动 不符合理的事不动 是不是 什么叫不符合理 人与人之间 不管是男的和男的 女的和女的 男的和女的 保持距离都是美 不要过分 尤其在公共场所 你看现在很多人 动不动 你秀恩爱 在家里秀 是不是 大庭广众之下 又亲嘴又搂抱 干啥吗 这都是不符合理的 我们在展示自己恩爱的时候 可是影响了很多不懂事的青少年 可以模仿的 古人做任何事情都会考虑到 有没有影响到别人 这是不符合理的事情 不动 该拿的钱我拿 不该拿的钱不拿 违法乱纪的钱不拿 违背伦理道德的钱不拿 有损他人利益的钱 我们也是不能拿的 我们今天挣的钱 挣自己的本分 辛苦所得 智慧所得 技术所得 这是需要我们大家 在考虑的时候 这是人生啊 现在很多人不明白 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 克服纪律是论语核心的内容 就是 做任何事情要求自己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夫妻之间 不管你丈夫对你怎么样 你只管你对他怎么样 因为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 不是核子弹 是感动 我这么多年我告诉大家 我太太把我感动过来的 我过去脾气非常坏的 我告诉过大家 结婚一个月 我把电视机从我们四楼挪了下去 我就那么大的脾气 从学完弟子归以后 一点一点我的转变 我太太是一直支持 所有的思想性格 随着这些儒学 道学 佛下的思想 完全就改正了 要不很多人说 秦老师性格很好啊 那还不是过去的 我不是这么好的 那是受文化滋养 受太太的包容理解 支持 改造过来的 要不我在我身上 我就发现 人是教得好的 我性格不好的厉害 那还不是一点 所以 人是要下功夫改自己 一定是下功夫还改自己 要不我经常说 把自己的缺点 我们要斩尽杀绝 对自己要下手够狠 我也一直告诉大家 我就总结了一句话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凡是能想到的 你想你脾气坏 马上改 你可能就能做到了 你今天想你哪里不对 马上就改 我今天现在就是 早上起来就开始 想到 我今天要做个什么样的人 中午反省一下 我有没有改掉 晚上的时候 我还要在想 我今天一天 有没有符合我讲的理 我做的对不对 我今天讲的东西 有没有符合弟子规 有没有符合论语 儒家的文化把我捋一遍 我这做好儒家讲的东西了 就是人了 我在拿道教的东西 把我捋一遍 我今天把道教讲的东西 做没做好 与自然和谐 与人和谐 要是做到了 就像道家讲的什么 你就是够格了 够神仙了 那神仙 那不是那么好做的 我们想想 那很多神都是死完以后 被皇帝受分的 皇帝把他封了 因为岳飞 是不是要称为神 关公称为神 那是对人类做了大贡献的 再拿佛教的东西 我们再衡量衡量 你今天有没有具备 佛菩萨的慈悲 三家文化旅啊 儒家捋我们的礼 也就是我们的行 道家捋我们的谷 佛家捋我们的心 你捋一捋 看我们自己 倒没有到这个层次 这也就是我们大家 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明白 一定是要对照自己的 你不对照可能不行 要不这一段就告诉我们 不合理的事不看 不合理的事不听 不合理的事不言 不合理的事不动 我们照样做就行了 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工具 应用好 对所有人微笑 说话不尖酸刻薄 耳朵常学会聆听 尤其先学会听父母聆听 人家没说完别着急 打断人家的话 做任何事情 要在宗计 守法里面 在不违背伦理道德上面 我们再去做这类的事情 再不要影响 别人的人生安全 影响别人的饮食健康上面 我们去做 做该做的事情 做利于国家 利于社会的事情 做一个非常好的标准 做一个好的公民 这是我们大家 是要下功夫 需要明白的 我们把论语看完以后 我们就发现 不要神话孔子 我们把释迦牟尼佛的 真实的释迦牟尼佛 传记看完以后 你也不要神话释迦牟尼佛 老子的真实传记 看完以后 你也不会神话老子 他们都是朴素的人 做了朴素的事情 他的这个事情朴素 是因为里面没有明 没有利 我们做的事情 不朴素的原因是 因为名利 我们不择手段 就违背伦理道德 违法乱经 你看释迦牟尼佛 做了朴素的事情 本来能当国王的 我不当国王了 我亲王出家嘛 是不是 老子也是在周朝的时候 图书馆当官了 一看周朝的理论衰败了 行了 理论衰败了 哎呀 我不能在这个国家呆了 我也不吃你周朝的愤怒了 我要离开你这个管辖 老子走了 他觉得 他说我要做的事情 是符合礼乐的 不符合礼乐 我不去做 那孔子也是这样 周游列国为了推行 人德 实际这一类的人 我们要看他原始的专记 不要看最后古人 最后看现代人给他 贴了很多什么神话的 释迦牟尼佛一出生走七步路 什么龙土水呢 每个脚下出个连花 真是历史上没有 正常 他妈妈生他了 他妈妈 生他完以后 他妈妈一个礼拜去世了 他姨母把他养大的 是释迦牟尼佛小时候挺可怜的 很小就失去母亲了 只是呢 他在当太子的时候 出了寺门 看见个老人 看见个死人 看见个病人 看到这一种事情以后 他就问他的手下 我也会老吗 说你也会老 普天之下没人能免 说我也会死吗 你也会死 普天之下没人能免 他就进入城市了 他要研究生老病死的问题 他期望出家了 那原始的是这样的 那不是我们想象的 什么天神来了 接走了 出生的时候就与众不同 我们看释迦牟尼佛 传记神话电视看多了 我看都是原始的传记 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什么龙土水 脚底下生几朵莲花 不是这样的 这是大家认为他伟大 只能用这种来神话他 不然的话 好像没有办法去说 做这类的事情而已 好 这一谈和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